民进党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回应性骚扰仪式 并且表示目前已经终止和加害人的一切合作 并且呢后续有协助被害人进行心理辅导 但被记者提问到关于导演的相关问题时 却直接离开了 对于民进党来说 那么现在就是要站在我们的同仁的身边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许多的细节我们不会在公开的场合 现在来跟大家进行讨论 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细节的深入 对于被害人都会是再一次的伤害 那么至于跟这个厂商的部分 过去的情况或者是状况 我们也不会代替他来做回应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站在的是受害的党工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即刻跟他停止所有的合作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必须要做 也应该要做的 那至于厂商的所有的这些过往的资金利 包括他有跟谁合作过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带他来做回应 因为其实这两件事情 就是您刚刚问的比较是性骚扰申诉本身的调查的部分 但是目前其实我们在进行的调查 是针对许家庭部署长的调查 所以这是两块东西 那这个部分呢 那因为性骚扰申诉的调查必须要尊重被害人的意愿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跟被害人确定 他是否要进入提出性骚扰申诉的调查 才能够进行相关的处理跟调查 以上谢谢 那另外 市长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有跟那个受害者联系一段时间 但是有复兴 但是他怎么还是会偷文 然后另外已经非常多多追究 前党工昨天是发文指控说 这一名导演对他进行性骚扰 他今天早上又在这个贴文底下 就公布了他当时跟这个导演的对话 我们就看到 这个导演当时对他息凶之后 居然还传讯息问他说 你睡得好吗 整个这个对话记录 这名前党工现在是直接都在网络上公开了 那他也透露这名导演的身份 他就说这名导演叫做辉哥 其实是民进党长期合作的一名厂商 女性前党工在贴文留言处 公开了与导演的相处模式 他说白天工作的时候 去超商买运动饮料喝 导演看他脸色不好关心一下 他表示昨晚喝了一点酒 只要喝运动饮料代谢就会舒缓了 导演却说自己也会喝 以后可以一起去喝 前党工表示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到这边点到为止都还好 但是事情开始变调就是在之前的内文提到 上车回程的时候发生的 女性前党工就坦言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之后有段时间 他仍然继续负责这个案子 为了避免尴尬也怕导演多想 只能先礼貌客气的与导演保持距离 我说不好意思我害他手麻了 本以为他就会打哈哈的带过 没有想到他又继续分享他的事情 真名前党工说 我也不好撕破脸就是礼貌至上 然后在我跟我的同仁们说的时候 副主任让我直接封锁他 我才把他封锁掉 据我所知他叫做辉哥 是党内长期合作的一个对象 也会接一些政府案件 而真名前党工也曝光了 与导演的对话记录 他装没事传讯息说 辉哥抱歉害你手麻了 导演却回应说 不会啦多喝水泡个热水澡 他道谢之后导演又再提及说 下次再陪你喝酒 没有手麻只是忍住咳嗽 怕吵醒你你睡得好吗 接着就说了晚安 而到了凌晨5点的时候 导演居然还传讯息给他说 刚剪完蔡启昌了 虽然说民进党今天为此 一早就获速发出了这个道歉声明 还强调说他们将会拉高整个层级 来调查整个事件 但是现在外界仍然是骂声不断嘛 所以呢现在就许多的网友 他们来找到这个许家田的脸书 在上面留言很酸 他说难道大叫完问题就会解决吗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 跳车自保的行为吗 还有人留言问他说 你可以示范如何叫出来吗 民进党声明指出 当时的妇女部主任许家田 在当时疑似没有妥善处理 也没有能够积极的保护受骚扰的同仁 导致同仁更加的受到伤害 党部为此深感遗憾 中央党部秘书长得知这个讯息之后 非常重视 除了已经终止一切与这名厂商的合作之外 也立刻拉高层级 由姓平会主任以及主席市主任 共同进行调查了解 而调查小组已在今天 跟受害的当事人见面谈话 亲自了解整起事件的详情 但是仍然难评各界骂声 不少网友就找出了许家田的脸书 留言很酸说 大叫完问题就会解决吗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 跳车自保的行为吗 还有人留言说 科技示范如何叫出来吗 那在这一整起的庆骚案件当中 现在在我们的YouTube聊天室 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那我们也开了一则投票 上面是说 民进党爆出痴案嫌疑 副秘书长被停职 你认为呢 那我们总共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是处理的太慢 第二个是处理明快 第三个是零容忍都是假的 第四个呢 是应该要更多人负责 那不知道你心里觉得哪一个 是你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 好那回顾整起信骚的案件呢 民进党议员严若芳就表示 信骚绝对是零容忍 喊话党中央要严惩 但他也强调 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先不要太早下定论 所以我们请党中央严惩 调查出来之后必须要严惩 而且如果说真的有 次案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党中央要去处理的 那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先 大家先不用去下这个定论 但是性骚扰或者是职场霸凌 这两件事情是绝对零容忍的 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党中央 尽速调查尽速处理 针对整起事件呢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 今天就表示说 总统蔡英文是相当重视这个事件的 对于任何涉及性骚扰的事件 表达严厉的谴责 他还表示将会支持民进党中央党部 来调查此案 要务必确保当事人的权益 而民进党主席 同时也是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上午前往决修宫来参乡 面对记者一连串的提问说 会怎么样处理这个性骚扰的案子呢 问他性骚扰是零容忍的吗 那党公案要怎么调查呢 赖清德都没有回应 对于民进党爆出这个性骚扰吃案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天就痛批啊 他说你讲出不要弄大这种话 真的很可耻耶 他还说被害者没有错啊 错的都是加害者应该要唾弃他 他还质问说 你这个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你为什么还把许家田升职成为副秘书长呢 要赖清德出来说清楚 对于加害者绝不姑息 侯友宜表示性骚扰的被害者 需要很大的勇气站出来 这个案子已经发生9个月 民进党也姑息9个月 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任何人以及任何性别受到性骚扰 大家都应该作为他强烈的后盾 被害者没有错 错的是加害者 侯友宜提到 民进党这个案子牵扯进来的是许家田 但这当中为什么掩盖案情 到底民进党与加害者 是否有利益公升的关系 民进党为什么包庇这么久 长久以来 赖清德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 为什么还把许家田升职成为副秘书长 侯友宜痛批民进党不在乎价值 只在乎选举利益 要问赖清德 这个案子就要这样算了吗 赖清德应该要说清楚 侯友宜更批评 讲出不要闹大这类的话 干预性骚扰的被害者 就是很可耻的 也是很不应该的行为 要唾弃他 被害者有站出来的勇气 我们要支持他 作为他强而有力的后盾 很多戏剧给我们很多反省 戏剧内容让我们深刻反省 面对性骚扰的被害者 应该要支持他 对加害者永不姑息 那么这一起性骚扰事件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那也涌入了一排栏高沟前来应援 其中就包含了鸡排妹郑嘉纯 以及桃园市议员黄雄慧 都到了留言区底下 来帮他加油打气 另外也有极少数的网友 质疑为什么在总统大学期间 揭露这件事情 不过这样的言论 就被其他网友们给骂翻了 黄雄慧到受害者的贴文底下留言 前主任的处理方式 让人不禁想问 我们真的是进步的党吗 希望接下来能够好好妥善处理后续 同时黄雄慧也向被害者喊话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委屈了 鸡排妹郑嘉纯也在脸书留言回应 辛苦了 希望你能够被接住 并且获得公平与正义 另外有极少数的网友支持阴谋论 质疑为什么在总统大学前揭露这件事情 被害人的动机相当可疑 结果被其他网友骂翻 怎么会是检讨被害人 针对整起事件呢 国民党立委王鸿威今天就出面来指称说 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非凡 你当时明明是负责监督妇女部的 难道不应该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吗 还说你领9万难道是领假的吗 他也讽刺说这个应激人选之人 原来就是民进党的纪录片 活生生的上演 而对整起事件林非凡在稍早 也已经出面说明了 作为当时候这个党部的主管 督导的这个主管 那在我的下属部门发生这样子 员工遭到这个厂商的性骚扰事件 那我们未能在第一时间 承接住当事人 那提供他必要的协助 造成他这个独自承受这些压力跟伤害 那我想我们应该 共同表达我们的歉意 那第二个是我们也必须思考 虽然我们有这个姓平的申诉机制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机制 无法有效的去承接住每一个受害者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 共同反省跟检讨的部分 那让这个未来在姓平的这个 机制上面能够更有效的运作 这个我想制度上我们必须来检讨 我想简略还原一下当时候的状况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妇女部的当时候的主任 许家庭主任有简略向我报告 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姓平事件 那基于这个当事人的 这个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所以我这边只有收到简略的一些报告 那所以这个详细的过程跟细节 因为这是姓平事件 有当事人的隐私必须顾虑 那我想这是当初妇女部给我的资讯 是这个他们当事人决定 并没有要走这个申诉的程序 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 这个当事人决定不走申诉的这个管道 背后可能有种种各种的原因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当初忽略的 所以我认为有疏忽 我们就应该诚恳的检讨跟致歉 在这整起性骚扰案件爆发时 民进党在昨天深夜就发出了声明表示 民进党严正谴责任何滥用职权性骚扰的事情 也对受到伤害的同仁表达最深的歉疑 民进党深夜火速发出声明 强调时任妇女部主任 在当时疑似未妥善处理 未能积极保护受到骚扰的同仁 导致同仁受到更大的伤害 党部深感遗憾 中央部秘书长得知此讯息后非常重视 除了已经终止一切与该厂商的合作之外 也立刻拉高层级 由性评部主任及主席室主任 共同进行调查以及了解 而民进党立委范云也表示 会积极关注事件的调查结果 相信党中央会有一个明确的益处 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绝对是零容忍 不管是机构还是社会大众 都应予受害者完善的通报以及支持系统